另外有朋友問1997 即是九倉 他說他一直都在 Watch List 上 就沒有貨的 前景怎樣看呢 可不可以買呢 恭喜發財 大家身體健康 1997 我覺得是有興趣 我自己都會覺得 但是以目前 1997 和零展業務上有少少相似 但是股價的波動性就差天空地 一隻就是收租股裏面最創的股份 一隻就是收租股裏面最穩的股份 穩陣就是零展 最創的就是舊倉置業 原因始終在說 大家都知道始終舊倉置業兩大商 長海港城 Time Square 這些都是很核心 和零售市場敏感度很高的身份股份 你看最新公佈的零售數據已經是差 我們相信之後只會更差 特別是二月份 你說農曆新年假期這段時間 根本這段時間 疫情高風期沒有人敢出界 但是炒這些股份 最難玩的地方就是說 你看現在的東西很差 所以股價亦都在接近半年低位 當那些東西好返的時候 股價就上返去 所以這個圖 其實如果你看圖表上面 跟若明生物有些少少相似 你來未來就是駁它走一個箱底 底部就在三十六個半 一升穿三十九個半 三十九元三十九個半 這些位置 整個箱底就確認 但是跟若明不同 就是我覺得這些行雙底的機會 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是個人主觀的感覺 講一句 我覺得1997是OK的 如果你說在這些水平去駁的話 駁它記得在三十六個半樓上 又是那個道理 跟八二三一樣 你做好風險管理 你肯止蝕的 是抵駁的 但是你說如果再安安全全投資 你要找EC money 順利 賣得很順利 你又等它走完整個箱底 在頸線位樓上 三十九元樓上才去嘴 當然你會賺少一元 但是就會買得舒服很多 所以這些位置就是什麼 一些叫股底狀態 那股底的結果又得中和不中的 那我覺得我的建議就是 你可以試三十六個半做止蝕 嗯 是的 就是留意著那些價格的水平